大家好,今天跟大家简单交流一下 因为这期视频,也就是推背图第43项 趁严的解读,总算解读完了 而且视频其实上周都录出来了 但是也是比较忙吧 今天才刚刚剪辑好,还有字幕没配 所以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明天晚上应该能上线 明天上午的话,把字幕给配配 字幕的话,我以前都是用迅飞的一个收费软件 最近好像听说这个剪映的软件 就是剪映的电脑板,现在免费配字幕 我以前的话,基本上我的视频比较长嘛 所以说每期视频基本上都有将近十几块钱的配字幕的费 我想这一次用剪映的配字幕是免费的 而且他说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把你的文稿输进去 然后他跟你的文稿来进行匹配字幕 这样的话你就不用修改字幕了 我以前基本上每天修改字幕的时间 就是每集视频修改字幕将需要大半天的时间 尤其这期视频又比较长 是接近40分钟了,39分钟多 所以说这期视频如果说还用迅飞的话 我光修改字幕也要修改个将近一天的时间 所以明天看看用那个剪映的那个电脑板 能不能自动配字幕 自动根据文稿来进行匹配字幕 这样的话不需要我修改的话就快得多了 说不定明天上午就能传上去 如果不行的话 还用那个讯飞的软件 我明天估计还得将近一百天的时间来进行修改字幕 配字幕 然后还有就是剪映的 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眉颜 可以瘦脸可以调色 因为我PR不会太调不太会调色 这个颜色这一块 我不太不没有掌握 所以说不会调 但是剪映的更简单 因为傻瓜式的好像是 几个参数一调就行了 明天准备调个试试 因为我的视频一般灯光打的也不太好 在我家的话这个环境 就是反反反射光线的话不是太好 所以说 我的我的那个打光都都不是很好 所以说你就是用剪映后期调一下 看看这个比直出要好一点 这是我现在这个视频的问题 其实这一段时间对我来说 这个视频没有上来 没有剪完视频之前 我几乎不敢露面了 因为我每次发个社区了 或者有个动态了 都会遇到很多催稿的 就是催催我更新的 其实我之所以这么慢嘛 我这里说一下 最重要的原因是 这期视频确实准备了很多 大家也都知道 我上期视频说了 就是我的稿子丢了 当时写了将近一万一万五千字的稿子丢了 然后我费了半天进也没找回来 我现在重新又买个硬盘 重新做系统 重新把以前东西放进去 重新写 其实我写了第二遍稿子 又写了将近一万五千字 我是听取了一个网友的建议 他的意思是 我的视频也长 让我写短一点 做短一点 所以说我就准备把这个 称言 第43项称言的前面两句 作为一期视频来进行解读 也就是君非今陈飞臣 这个内容来进行解读 我写了将近一万五千字的稿子 最后我发现我不满意 又删又改 这一万五千字只有缩减到五千多字 也就是这一期的五千多字的稿子 而剩下的两句 我又写了将近一万字 都是在这期 我出的这期视频里面 也就代表着我这期视频三亿期稿 稿子主期改了三次 基本上总共写的字数超过了五万字 所以留下来这一万多字 基本上都是我认为是精华 而且上一次说的 那个稿子如果不丢的话 即便照那个稿子录出来 我肯定我肯定不是太满意 跟这个稿子我认为 肯定差距会特别大 所以这一次也不能说是最满意 但是要比上一次好太多了 所以说我觉得稿子丢了 或者数据丢了 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 反而让我更有时间去雕琢 这里面该怎么怎么怎么来解读 怎么来梳理这个逻辑 其实我如果是慢 反而就觉得能够发现更多的问题 能够找到更多的关联性 还有更多的预言内容 所以说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慢一点的 虽然几个有吹齐视频 但这几个有其实我每天都在思索 这里面内容 我把这个所有的史料都找出来 所有的需要的材料都找出来 罗列在那里 我每天就是看的话 或者不看我也在我脑子里 想到每一个问题 总有必须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你才能想通一些东西 然后你才能把它梳理清楚 所以说时间又慢我认为又好 但是呢视频出的太慢 大家也等不及 然后呢你没有没有什么意义 就是你的是你的频道什么的 大家都在上面催 甚至于因为这个视频 我上一次发个社就说快了 一直都有人说都影响你的信誉问题了 我都想到都影响我信誉问题了 所以我要说一下 又慢反而又好 最近慢了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我认为 还有就是我最近也确实太忙了 而且是也是为了生活嘛 肯定要工作干嘛的 这个视频只是我的爱好 以前我之所以更新的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个时间其实是 嗯正好赶上 就是那个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封城 再加上之后断断续续 都不是那么 就是解封不是解封的那么多 所以说我的时间比较多 更新的比较多一点 现在来说的话 就是基本上没那么多时间更新了 所以说几个月才出去视频 确实有点慢 而且还有一个最重要原因是 我现在基本上在YouTube上 泡的时间不是太多了 以前我是基本上 天天都在上面泡着 现在就是这个东西 YouTube这东西对我来说 没有多吸引力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现在看YouTube都找不到 我要看的内容了 他给我推荐的东西 都是一些 比如说何广志 徐志胜 这些内容 搞笑的 然后就是一些像李永乐老师的啦 或者是一些观视频的内容 还有什么手工梗呢 也给我推荐 我就在想 这些东西我干嘛要翻墙出来 在YouTube都看 我在 我在那个 抖音上都能看东西 所以说现在 在YouTube上 我找不到我以前的那种乐趣了 他说看的也少了 再加上 在解读预言这一块 尤其是推背图这一块 现在也没有人在解读了 我以前之所以解读 就是因为有个人太胡说八道了 那个人大家也都知道他是谁 因为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 都会知道这个人是谁 现在我看到 不嫌不淡的解读那些东西 我看都懒得看 没有人在这个推背图上 胡说八道了 也就没有斗志了 我就也不需要去 去说有一种 或者是为了证明什么 或者为了 以正视听的感觉 所以说我也就 没那么大动力了 但是呢 这个东西又是我的爱好 而且我觉得 作资媒体未来是一个趋势 我做这个对我有一种锻炼 所以说 我就说 我自己要坚持下去 坚持做 但是动机或者动力 没有以前更强了 就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说 包括最近在这个 我视频下面 也有很多朋友啊 就是说 咨询问我微信号什么东西的 就是说想跟我交流 因为这个YouTube 没有私信功能 所以说我就觉得 我在这里做自媒体一年多了 我对这个环境 深入的也不是太多 而且我当时也答应过很多朋友 就说我如果公开微信 我有一天会公开微信的 所以说我最近 想想我还是把微信公开一下 以便大家多给我提供的素材 或者多给我一些建议 所以这期视频我在下面 我会把我微信给公开一下 然后到时候有愿意跟我交流的朋友 可以加一下 看看 就是有什么建议 比如说之前一个朋友就建议我 说让我视频做短一点 但最后我发现 我为什么还这期视频还是那么长 就是因为我发现 我并不是因为没有素材做 或者说是 因为我想把我的视频多出视频 我是有很多题材 没时间去写 包括我之前还有一期都录好了 我现在没剪 就是因为这期解读视频没出来 我以前那个考证推背图视频 我都不敢推了 大家都觉得要看的是解读的 考证的根本就不感兴趣 所以说我考证有一期 几个月之前我就录好了 我都没剪 就等着这期视频出来之后再说 包括我还有对这个推背图 这个周期 就是推背图就是一个循环 这个推背图史前 推背图作为一段历史的话 那么推背图的史前循环 给史后循环 这一块的话 其实是我想做的一个事情 我也在构思了 包括之前也写好文章了 写好稿子了 但是丢了嘛 我最近再写 再写的话肯定要比以前更丰富 所以说这些东西也是我要做的 我就是不缺题材 但是我没时间 而且我这个题材的话 你短时间的根本做不好 因为我又不想那种就是 泛泛而谈 或者是简单做做就算了 我需要很多的史料 比如说我要解读这个推背图 这个推背图的史前的这一段历史 就是从唐朝之前这段历史 我就得先从实际里面去看 从对吧 武帝本纪之前 甚至于那个就是别人补的那个 从复习开始那些都要看下来 这个的话才能够对我解读这个 这个历史的轮回有帮助 这些东西我都要准备 所以说我的题材都是出视频特别慢的一个题材 我的视频不可能出的太快 所以说 这个是没办法解决的 所以说这一次 之所以公开联谊方式 也是想让大家来给我交流一下 就是提供一些内容 或者提供一些建议 我看该怎么做 因为我毕竟在这个平台做了一年多的自媒体了 或者做了一年多的视频了 其实我跟这个平台没有接触 就没有深入进来 想看看大家都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 当然了 我这种肯定也会有一些意见不同的人进来 但是你只好别攻击 我觉得都没问题 他可以交流 只要我有时间的话 其次就是 就是我上一期视频 就是上上一期吧 我做的那个黑天鹅的那个视频 对吧 这个题材其实是 我想了很久才决定做的 所以在最初的时候 我就没考虑要做的 所以我想想还是做吧 这都我自己做的决定 就是 我希望就是 如果有跟大家有交流的话 就是大家对这个 当下的事情感兴趣的东西 可以给我建议 那么像这样临时性的 或者简直就是证实一下的东西 其实做的很快的 就像那个黑天鹅那个视频 它仅仅是把一些史料一罗列出来 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这种视频是比较好做的 而不是需要解读 这个东西就是你就一查 黑天鹅它以前叫什么 然后它代表什么意思 就很好解释了 当然我这个视频下面有人说 我处处都在维护什么共产党 维护什么 其实没有 如果说我把我的史料罗列给你 你去看的话 你得到结论跟我一样 其实我就想 如果大家有交流到或者 大家能够提供一些素材的话 或者你对当下敏感的东西 大家在炒作的东西 有什么想了解的看法 我可以根据这个东西 来进行找一下古人的看法 或者古代的记载 做一个解读的话 应该会很快 可能对我丰富我的频道内容 应该有帮助 所以这也是我希望能够 给大家交流的一个 最重要的原因 其次就是 最近我也不知道 这个视频上 或者这个YouTube上 还有没有人在解读 这个预言里的东西 有没有在那里混淆视听 或者说在那胡说八道 因为我已经完全说不到这些内容了 包括一些立场不同的 他们俗称反贼的那些视频 我几乎就不看 刚开始我特别感兴趣 看看还觉得 哎呀这人怎么可以这样说 看看就觉得挺新奇 现在看到之后就觉得 天天这样胡说八道有劲 所以我现在几乎不看 连标题看一下都 都不愿意翻 所以一致于 这些视频都不会给我推荐的 所以说如果说 还有人在这里 胡说八道 瞎解说这些东西的话 那么也希望大家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信息或传达给我 因为我看不到那些东西 如果说有需要 以正视听的 或者需要想大家看到我的解读的 那么也可以给我 发个素材或者提个建议 我可以去解读这些东西 因为有些东西去证实的东西 只要不是像推背读这样 成系统成逻辑的东西 我觉得都是很好解读的 也能够给大家经常见面 也能够丰富一下我频道的内容 其次就是也想看一下大家的建议 因为我之前也发过社区 就是征集这个大家的建议 但是社区好像没什么热度 包括我本来也没几个人 也没几个粉丝 所以说还是有愿意交流的 就加个联谊方式 到时候深入交流 交流的原因就是 我如果说未来 想除了那也非常费力的解读之外 该怎么做一些东西 能够增加交流 增加这个频道的热度 既然要做了嘛 肯定要做出来 这个频道要做起来 其次是 就是能够深入的了解 这个群体到底是什么想法 这包括我最近还有一个发现 我经常给朋友说 就是我最近虽然说 我还在看着这些外网的内容 看着YouTube内容 包括看我推特上的内容 其实我最大的感觉就是 我对这边就是 他们所谓所说的墙外 其实没多大兴趣了 主要是没兴趣了 才是我想再深入 跟大家交流 再深入了解 或者大家看看 都是什么想法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动机 因为我对这个墙内墙外 俗称的吧 就是外网跟内网的一个总结 就是你去到外网 去到推特上 去到YouTube上 你看到的都是对骂 立场不同 相互骂骂 天天讲的就是意识形态 各种主义 各种黑 各种骂 但是如果说在内网呢 就是我们在抖音这些平台上看的 我个人看到的 我给我推荐的内容都是 怎么赚钱 怎么成功 怎么做视频 就是大家都在 在国内的话 大家都在想着怎么赚钱 怎么向上 怎么把生活过得更好 但是只要一刀翻墙出来 一刀外网就是 怎么骂人 怎么搞对立 怎么抹黑你 怎么标榜自己 所以说我这也是我造成 对这个外网 已经没兴趣的一个原因 如果这个世界都是这种 你我对立的话 那就没有意义 所以说也是我想了解一下 最终是不是这个情况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可能有一天 我对这个东西 完全是就兴趣了 那么我所做的一切的东西 可能仅是自己 自己出于学习的目的 去研究这个东西 去研究这个东西 解读这个东西了 当然我不希望 我对这个外网 这个东西 这个环境 这个平台 就完全是就兴趣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因为这个视频 最快明天就上线了 所以我这个视频 就是预告一下 也希望 给频道增加一下热度吧 因为毕竟大家 我的视频几个又没出了嘛 这个频道肯定早就被 给沉下去了 包括很多经常订阅的朋友 可能都不推荐了 先弄个先出一个小视频 预热预热吧 预告一下 最迟最迟 明天晚上肯定会出视频 如果说不再出现 我硬盘再坏掉的情况 我认为这个概率不会出现的 如果真的再出现 我硬盘坏掉的话 那就只能吃了天意了 让我再从头补一遍 估计有点几个有 说明我我会有新的发现 但是我不希望再补一遍了 哪怕未来 我再对这个这期内容进行补充都行 别再让我再补一遍了 因为我都录出来了 光这个剪辑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明天等到明天 我会到时候会弄个首播 在直播间里可以跟大家聊天 如果说有需要有必要的话 大家可以给我留言 可能在星期天或者什么时候 我做我这个频道第一次直播 也可以直播一下 无所谓的 因为大家聊聊 可以给大家聊聊 就是统一的问题 玄学的问题 包括你们想知道的一些问题 现场的都可以聊 如果说大家很感兴趣的话 可以给我留言 需要我直播的话 或者说大家觉得愿意交流这些内容的话 我当然我交流都是一玄学的角度 因为对于政治军事 我还不是太懂 政治我不是太愿意去讨论 军事的话我不关注 我不是一个军事迷 所以说我只能从玄学角度 从历史角度 历史其实我也不太懂 但是我知道 就是以史为鉴吧 包括历史的话 就是其实大家都学过嘛 都是常识的东西 真正具体的东西就是 你只要是有一个发散性的思维 你都能够得到一些结论 就怕你不愿意承认历史 不愿意从历史的角度 客观的角度去评判问题 所以说如果说大家真的很感兴趣 有必要的话 我可以直播一场 再跟大家交流交流 更直接的交流 就是到时候大家可以 呃我我我不会连线 到时候可以连线 如果有有可能的话 看看就是大家的态度是啥 我可以从我的角度 尤其是以宣学的角度来说 或者是预言的角度 或者是历史的角度来说 这当下的问题都可以交流 当然包括个人对这个 闲学感兴趣的 包括还有网友让我 让我做一些 做一些那个周易的教学之类的 对周易感兴趣的 也可以来问问题的 到时候我可以给你们一些建议 该怎么去学的 当然我也是仅仅是 刚入门吧 或者初学者吧 就是给你一些建议 如果说有机会的话 大家可以多交流 这就是我的想法 我希望我能燃起 对这个外网 或者对这个YouTuber的 推特的这些外网的这个环境 能重新燃起我的兴趣 不要像现在 我就感觉到 我甚至我买那个 付费那个翻墙的那个软件 我甚至都不想虚费的那种感觉 希望能找到一些以前的乐趣吧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再见